这里走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他们在家里活得怎么样 哟 我没看到这是燕子吧 哦 宝强 是我 你这是去哪呀 我去哪关你什么事 你这是要去哪 哦 我回家呢 回家 你也知道这是你家 虽然我已经结婚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 这里也是我的娘家呀 我还以为你早就把这个家给忘了呢 怎么会呢 这我爸我妈还有我哥 他们都在这 我这次回来就是看看他们 现在知道回来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 你也说回来见你妈 你这辈子都见不着你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去吧 哎 宝强 这什么意思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家里还是这个老房子 嫂子 嫂子 是你妈 你回来了 是啊 嫂子 我回来了 这 爸妈呢 嫂子 这 咱爸出去干活了 咱妈 咱妈怎么了 咱妈 他去世了 嫂子 你说什么呢 嫂子 你先别激动 来 坐下爸爸 嫂子 你快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嫂子 你不知道 自从你嫁到外地之后 咱妈呀 就生病了 一直都是我们在照顾她 什么 嫂子 咱妈生病那么大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还不是你 当初听见了那个男人的话 跟着他走了 你走之后呀 咱妈 就一病不起了 这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咱妈 行了 嫣子 别哭了 也别太难过 这事情啊 都已经发生了 嫂子 这咱妈都走多长时间了 咱妈已经走了两年了 什么 两年了 我这个做亏你了 真是太不小了 妈都走了两年了 我到今天才知道 行了 嫣子 你也别太难过了 咱妈都在天之灵啊 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嫂子 你说妈心情苦不把我抚养长大 我在她面前一天笑都没有进 她怎么就走了呢 都怪我 行了 行了 嫣子 你也别内疚了 我看你吧 你这几年在外边过得怎么样呀 我 怎么 他对你不好吗 这些年你在外边过得不好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身受 是我当初听信了那个男人的话 我到那以后 我才发现他就是个骗子 他压根就不爱我 他心里想着别人呢 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我当初对应该听妈的话 这个醋子 他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你说当初如果我听了妈的话 我也不会跟她走 我也不会过着今天这个样子 妈更不会那么早就离开我们 我这真是没有脸回来呀 嫂子 你说我还活着干什么呀 小燕子 你别这样 这样你回来了 长那样就重新开始 日子都被我过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还怎么重新开始呀 燕子 你就别再哭了 孙牙妈已经死在了 但是你还有爸 还有我跟你哥呢 这些年 我们的日子也过得不错 以后就别走了 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老师 小美 我 我没饭喝吧 燕子 是你 哥 你 你还有脸哭 你还有脸回这个家 什么时候 你就别再怪燕子了 这燕子心里也够难过的了 哥 我知道 都是因为我 妈才会走得那么早的 是我不孝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呀 你说说 你这一走就是五六年 到现在你才回来 我知道 我真的是没脸记这个家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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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 就少冲凉去 看 燕子都这个样子了 你就别再怪他了 行了 坐他吧 这么多年没有回来 这些年 在那年多得什么样呀 真是一言能尽 行了 石头 你就别再说燕子了 刚才啊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以后就让他留着这个家不走了 留下来不走了 怎么 是不是这些年 在外面过得不好呀 你说如果 如果当初 你要是能听我们的劝的话 你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吗 我告诉你 这都是你自作自受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 是我自作自受 石头 这燕子这些年在外边 过得也不容易 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罪呢 你忘了 咱妈临终的时候 是怎么嘱咐你的 我告诉你 这她在外面吃口受罪 那是她活该 行了 你忘了当时 你是怎么答应妈的了 你说 燕子回来了 要好好对她 不能怪她 哥 你要是不肯原谅我的话 那我走 我不在这个家里待着了 燕子 你说什么傻话呢 你不待在这个家 你能去哪呀 石头 你难道 真的要赶燕子走 不让她待在咱家呀 你这样做 对得起咱们的在天之灵吗 行了 你现在走 你能去哪呀 是啊 你以后 就留在这个家 找个工作 在这好好生活 行了燕子 你就别哭了 这如果咱妈知道 你回到这个家的话 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嫂子 哥 谢谢你们能原谅我 能让我在这个家里 继续待下去 能有一个安身之处 燕子 你说什么呢 这无论到什么时候呀 这里呀 永远是你家 哎 师兄 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 这咱爸呢 如果咱爸知道燕子回来了 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啊 地里的活呀 还剩一点 这今天外面的风 不是挺大的吗 这咱爸说了 让我先回来 那点活呀 让他自己干就行 你也真是的 你说这么大的风 你怎么回来了 还让咱爸一个人待在哪 我说了 让他先回来 可是他死活都不肯 就咱爸那个脾气 你也知道 这谁能变得过他呀 这爸也真是的 这一把年纪了 还以为他是年轻人呢 行了燕子 你也别哭了 这既然已经回来了 这过去的事情 咱们就不提了 以后好好生活 哥 我知道了 燕子 你不知道 这咱妈在临走之前 最放心不下的人 就是你 这今天 你竟然回来了 这咱们两个 先去地里找吧 然后呀 再去妈的坟前 你陪他老人家 好好说说话 给他老人家 好好道个歉 好 那行 我陪你们一起去 行了小妹 你就别去啊 这燕子 好不容易回来了 你说说 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多长时间 没在一起 吃一顿团圆饭了 你呢 在家里呀 准备点好菜 等我们回来以后 咱们在一起 吃一个团圆饭 那也行 那你们去吧 行 你去准备吧 好 燕子 咱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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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